总统蔡英文今天在府内接见2020年中华职棒总冠军统一师队 明星球员包括王牌投手潘威伦 台湾轰炸机陈庸基 球员还有教练全员到齐 总统致辞的时候也提到 他有收看总冠军赛的转播 特别恭喜统一师夺冠 统一师也准备了袖上蔡总统名字的球衣 还有棒球手套给总统作为纪念 不过原定也要出席接见的副总统赖清德 身为资深的棒球迷 因为不小心扭伤了脚 缺席接见行程 总教练林月平 还有统一师的队长吴杰瑞 一翼拱手说恭喜 总统蔡英文接见2020中华职棒 总冠军统一师队 球员和教练团全员到齐 那场比赛我也收看了转播 那我要恭喜我们统一7-11 是在这么特别的一个赛季中 突破重重的难关 最后赢得了年度总冠军的荣耀 特别点名几位当家球星 武神潘武雄 台湾轰炸机陈庸基 都督潘卫伦被总统点到名 还有些害羞脸红 他是不是脸有点红了 现在更红了 都督是职棒许多投手记录的保持人 也是国家队伟大的投手 有球迷尊称他是护国神都 防疫团队以及医疗人员 在全球疫情严禁之下 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可以进行球赛 总教练林月平 特别感谢政府防疫有成 让台湾可以照常打球赛 不过接见冠军球队 头号失迷 副总统赖清德意外缺席 原因竟然是 最大号的球迷就是我们的赖副总统 他本来今天也要老 因为要太兴奋了 要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早上不小心脚扭伤了 中华职棒新任会长蔡奇商爆料 赖清德因为要接见佟医师 太兴奋竟然意外扭伤脚 而总统也收到 应有名字的球衣和棒球手套 作为纪念 比照美国白宫惯例 总统接见职棒冠军队伍 展现对台湾国球的重视 记者林森杰 欢迎财的台湾报道